维执方式 创建方式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一个叫计程HTB 一个叫实现接口 我觉得各位 刚才我费了那么大的一篇文章 你多少给我理解50% 对吧 好了 然后通过下午的练习 你能给我提升到70%就够 你说老师那30%哪去了 那30%就是我随便抛个问题给你 你能答应来 那就是30% 明白吧 好了 那么我们说无论是继承还是实现 我在配置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在web的xml里面来配 对吧 麻烦 相当麻烦 对吧 所以呢 人家就是说了 在serverlet2.0版本之后 给你加了一个 大家其实也应该已经看了 叫注解 叫注解 那么在讲注解之前呢 我们要先讲web.xml 为啥呢 这边有很多参数我们得知道 先说第一个吧 我们说ul-pattern里边是不是这么写的 叫斜-m3 那么这个是不是证明我在浏览器当中写的时候 就是斜-m3就代表了访问是这个serverlet 对吧 好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ul-pattern里边这写的这个斜-m3 你就只能写m3 别的能写吗 不能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叫精确匹配 也就是斜-后面具体的名称得写的完全一致 包括大小写才能去匹配到这个serverlet 那你说用户这帮傻白甜 他有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写错呀 对吧 那我们为了做他的贴心小写袖 我们给他另外有三种方式 一个叫后坠匹配 就是只要以什么什么为结尾的就会触发serverlet 触发该serverlet 比如说各位 m2 m1我不变了 m3我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注意 只要用户写成m.action 就是把这个m改成星 星点action 就可以 但是我问你各位 报错了吗 没有 那就给什么 这个是给特别聪明的用户的 这个是给那种中等聪明的 就是傻白甜 然后我们来重新部署一下各位 好 报错了 报错报什么呢 我要记得没错 应该是我UR partner写多了 哎呀 报了多少错这是 你看 那这样我把它去掉 我把它清掉 再重新部署一次 来走 是我那儿没写错 没飘红呢 哦 哦 manage app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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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 contest 刚才我还访问呢 是吧 我买不了 我买不了Xmail里边就写了个这个呀 嗯 我看看啊 是我没发新吗 我最有我加上它也没事 哦 我多了个鞋杠 我多了个鞋杠 好像是 再看一下 清掉 应该是多了个鞋杠 没问题了 多了个鞋杠 好 来我们看M3行不行 走 行吧 好 注意 用户写错了啊 啊 点action 走 黑没黑 直没直行 直行了 来 不着急呀 比如说 房坤最帅了 哈哈 哈哈 回车 是不是也能直行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 哎 这个 是吧 精确 匹配 而下面这个呢 是不是叫后缀匹配呀 对吧 也就是说 只要 点 叉叉叉 完全 一致 就可以 匹配 对吧 好 那么第三种方式呢 各位注意 还有 叫什么呢 叫全部匹配 注意啊 这个有 尴尬点 啊 这个尴尬是什么呢 如果你写了斜杠星 他叫匹配什么 所有 清雄 包含服务器的 所有资源 简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写了斜杠星 无论你输入啥 都找的是 这个 比如说我在这写了个斜杠星 那么将来用户 无论输入任何的 什么ABC DF 然后什么什么点A 什么什么点ENC 都找的是M3 明白这意思吗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吧 好 又写了一遍 又得充其 走 好 来啊各位 M3对吧 随便写吧 回车 嘿嘿嘿 是吧 然后比如说 AAA.EFE 回车 也是嘿嘿嘿吧 没问题吧 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我先写M3呢 我问你 你说访问M3 到底是怎么走的 是走的是斜杠星 还是走的M3 能访问对不对 好 那各种才能说 老师我还是不知道 他访问哪一个 来 我写个M2 你说M2能访问吗 访问的是不是M2 所以这儿各位一定要注意 这儿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叫通配符 匹配 能就是输入任何内容 匹配所有资源 都是当前serverlet 但是你注意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我告诉大家 什么叫精确满足 什么叫相对满足 对吗 那你还是那句话 无论你吃啥 都有个鸡丁就紧了 但是我现在有 说人家饭店说了 我今天有公报鸡丁 那我就吃公报鸡丁 对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但是不会影响什么 精确匹配 OK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在网上 输入一些内容 以外没有后追 但是就能对 对吧 所以有时候产生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鞋杠 叫做匹配所有请求 包含服务器的所有资源 但是不包括什么 GSP 这个GSP 我们下周才会学 但是现在你需要知道就可以 就是如果你加了个鞋杠 和鞋杠新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包含了GSP 一个是不包含 GSP 那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各位 这个和这个 是一样的 好吧 那各位注意 你会发现 我写了四个UR Patter 冲突吗 或冲突 那希望大家记住 这个是干嘛的 就是服务于用户 让用户知道 我无论输入任何内容 只要有相关的 都能访问 你说这是给成学准备的 成学不神经病吗 这敲一个就够累的 你让他敲四个 对吧 所以这个是给用户提供使用的 好吧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各位注意了 还有一个叫load on startup 加载当启动的时候 也就是说 各位你记不记得 刚才我们写这个 init方法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啊 别写这个了 还记得MassWalletE吧 M1是不是什么时候出手挖 还记得吗 来 启动一下 M1 走 是不是够到一次 然后再出手挖 然后再提供服务啊 然后再提供服务啊 走 提供服务了 对吧 但是我们会发现 什么时候才够到方法 什么时候才出手挖方法呀 蔡元 你干嘛呢 那你低头看啥呢 你是没交手机吗 蔡元 蔡元 你交手机了吗 没有 你干嘛呢 那你那个手干啥呢 刚才 不是 你刚才这个手是这样 你干嘛呢 真瞌睡的 没玩手机 行 相信你了 来 那各位注意了 M1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走的是 先构造方法 再出手挖方法 但是各位 如果我没放完M1 它是不是永远不构造 永远不出手挖 对吗 那各位注意 这是不是应该是叫做 被触发才去构造和处置挖呀 那么load start up的意思就是 代表了什么时候被加载 什么时候被加载 那怎么来体现呢 看好了 不是写在这 哎 哎 哦哦哦 sorry 写这个里边的 load on start up 注意各位 它的取值 注意 加载时机 取值有这么几个 分别是 0 然后 正整数 没了 0 注意 优先级最高 没问题吗 然后呢 数呢 数越小 级别越高 越大 级别越低 那各位注意了 如果你给了0 代表的是 服务器 启动就 加载 而正整数代表的是 访问才 加载 那刚才我们应该知道 刚才是不是摸人 应该是个正整数啊 你看呢 我现在写个0 注意 我把这全清了 我再启动一次 走 哎呀 不重启了吗 哎 我改的是M3 哦 M3没有那啥 没有innet方法 我人家写M1里哈 哎呀 失误了失误了失误了 不好意思 来 重来 来 重启 走 看到了吗 我访问了吗 没有 没访问 是不是证明他加载了 对吧 这是加载实际 然后你看我给个1 来 再重来 刷新 哎 看到问题了吗 他是不是先销毁了 销毁完以后呢 我没忙是不是也加载了 那各位注意了 你可以无限给 什么数都可以给 你再看呢 原来很会说 那不对啊 不应该是被访问再加载吗 有没有提出疑问呢 有没有 完了 你看又得我给自己加载了 好 老师不对 他不是正常正常 正整书才会去这个访问 才加载吗 那各位注意了 在哪给你看呢 我应该是在 这儿 注意 只有你给值的时候 才会按照什么顺序 选择顺序来加载 但是你记住各位 在我当前容器里边 有几个sorlight 几个 三个 所以记住了各位 如果给的值 还是那句话 服务器启动怎么样 就加载 这儿我写混了 正整书好像才加载不对 是这样 就是零用年级最高 然后 还有一个正整数 对吧 诶 正整数 然后 如果 都是 正整数 那么会按照 加载 顺序 是不是有这个加载顺序啊 那么如果有值相同的容器会自行选择啊 如果 值 相同 容器怎么样 选择 但是记住了各位 我现在在容器里面 是不是只有他一个给的值 所以我希望知道的就是 如果你给了个load on start up 无论给的是几 他都会怎么样 启动就 加载 那什么时候 说启动 不加载呢 当 不写 load on start up 的时候 怎么样 就变成 访问 才 没问题吧 刚才有个小叔叔 无伤 大雅 对吧 实践出来 结果就可以了 对吧 那当然你说 要是给个100呢 你记住了 给个100 你看着啊 是不是一样呢 对吧 你一千一万 那就不用说了 好吧 啊 那这是一种夹载的方式 叫 web.xml里面 是不是有这么些配置的值啊 哎呀 12点04了 你要不先吃饭呢 下午回来给我10分钟时间 把住姐养了 行吧 然后我们再去 练这个东西啊